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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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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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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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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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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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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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有很多这种短的碎饭 有可能你会扎到马尾里面 就会有一些短的东西在这里 像这些就是我上一次剪的时候 多余的我只能把它放在旁边 这样看起来很怪 就多了一个鱿鱼须的感觉 虽然有点废话 但是这真的就是我平时直发机发的一些打扮 因为它多变得很少 除非去染颜色 如果说偏日常的话 还是建议就是在一些保守的颜色去选 根据脸型来说一下 大脸长脸方脸 其实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脸型 如果是想走这种风格的话 我是尽量想把脸先小一点 所以说选择了鸡发 首先它遮你的秃脑门 你就不担心发际线这种问题 再其次它是遮你的颧骨 如果说我是有刘海的话 然后把这个露出来 其实是不太好看的 中国人嘛讲究的是个圆润 虽然我们的审美在改变 我们的下意识的一些思维 审美思维都会觉得 如果你的面部线条能够柔和一点 会好看一些 它有一个遮颧骨的一个作用 但是你不要遮太多 太多的话就有点欲盖弥彰 再其次它遮你的腮帮子 就是在侧面的部分 你就根本看不到你的腮帮子了 但前提是你要有个下巴 方脸的话 你要特别的注意 就是说你如果脸太方 已经方到这个地方 你用这个发型有一点怪 甚至有一点像女装大佬 比如说你是个小脸 然后你是个圆脸短脸 OK什么都适合你好吗 适合这个发型的短发 会让你显得特别可爱 而且是那种幼女系的可爱 关于刘海的话 建议不要太厚重的刘海 因为显得非常的文艺复兴 最好是空气刘海 就是哪怕你不是空气刘海 像我这种半空气刘海也可以 因为这两边已经有厚重的感觉了 所以说不要再让你的上面 更有厚重的感觉 整个就像一个 最讨厌的那个蘑菇头表情吧 我觉得它好土 所以我从来不用它 如果你是短发小脸 激发的话 你可以去扎两个啾啾 好可爱 如果是你是长发 长脸 大脸 宽脸 然后又是激发的话 建议最好是不要双马尾 因为会非常的呆滞 很强行 那双马尾的话 我还是建议能够卷了以后 再去扎 长脸的妹子要注意了 就像我这样 如果是你剪激发的话 最好是不要中分 因为会显得你的脸更长 我好像那个小红豆里面的那个枸杞 还有一个特别要提醒的 你得找一个懂二次元的Tony老师 要不然就是自己相信自己 自己动手 我特别怕你们剪坏了 给我发私情 我可怎么办呀 而且发型直接影响心情了 慎重慎重再慎重 哈喽大家好 我是炒酱 酱酱酱酱酱酱酱 好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脸型 我的脸型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我是想把整体的脸遮一遮 最开始那一刀是特别可怕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头发和现在一样长 你看就这么长 你知道鸡发如果不够多的话 就没有那种感觉 可能就有点像那种长的刘海 没有任何意义 你剪了等于没剪 你找到你的耳朵 然后这两边的头发 你就留出来 其他头发都让他们走 或者是你把它绑起来是最好的 因为会误解到 最合适的位置是什么 你看我现在其实是有点长了 最合适的位置是在你的 这个窝这个地方 然后往这边 这个地方是一个最安全的 鸡发的地方 大概是两指 千万不要把它拉直了剪 因为真的会剪得很短 让他们都放松 不要怕 不要怕 然后放松 你先拿着你的小剪刀 竖着剪 你看那种冒出来的 给它剪掉 弱肉强食 你懂吗 如果你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 是可以剪的 你没什么大不了的 剪个头发而已 这边的侧面就是这样的 想不想长了那种落腮糊 如果你在家里面剪鸡发的话 应该就会剪成类似于我这个样子 两边肯定是不可能完全对称的 这也是最省钱 然后能够达到一定效果的一个方法 如果有一天你想要尝试这样的发型 在这个安全区域去剪 然后不管是自己剪 还是让Tony Kevin给你剪都可以 信じてるよ 如果你剪了鸡发 如何让它保持妖娆多姿 千变万化呢 那就跟着陶老师一起进入爱情魔法殿堂 卷发鸡发是我最喜欢的部分了 因为我每次只要有隆重的聚会啊聚餐啊 我都会选择来卷头发 它对脸型的修饰和你整体气质的改变会很大 当你要卷鸡发的时候 你要注意这三个重点 第一就是你的刘海部分 第二是你两边的部分 第三才是你整体后面的头发 其实我有很多很多卷头发的工具 整体来说我觉得纸板家真的是非常万能的一个工具 甚至我觉得没必要买这种波浪型的 因为它卷出来我也觉得不好看 还没有这个自由度高 我记得我有两个视频都很详细的讲过卷发 再讲一遍吧 管它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手动卷的话 它的持久性不太高 所以说你需要用定型的喷雾 但是长期卷头发真的非常伤头发 所以说我建议你在卷之前 还有你在吹头发的时候都要用精油 之前我推荐过那个卡式的精油 我觉得挺好用 我最近遇到一个新的精油 也特别的好用 我介绍给你们用 为什么我会买这个精油 是因为我想买洗发水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在北方用沙轩会这么的难用 我在我家那边用沙轩 感觉还挺好的 没有什么问题 我用了一个月的沙轩 我头上全是头皮屑 我要被自己恶心死了 反正整体的体验感非常的糟糕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个人发质还是什么 我问我的那些朋友 他们都觉得不太好用 就给我推荐了一款洗发水 是日本的 先在卷发之前拿出来给你们看 因为护理真的很重要 你等一下 这是洗发水 这是护发素 然后还有一个精油 它这个洗发水挤一点点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泡沫 不是那种特别香的 我用洗发水和护发素 我都是大量的使用 像护发素 我基本上你知道 我以前用风花的时候 我疯狂的到 但是风花被我用完了 然后我就想用用其他的 结果沙轩非常让我失望 这个还蛮好的 但是我的护发素 还是用的非常快 450毫升 但是它的价格非常的贵 但是这是我觉得我最近还蛮喜欢的 正好说到了护发的这个部分 我又换了件衣服 又是一天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先把它预热 然后我们等着它 它很快的 我先夹卷饭的话 我首先会把刘海 还有这两边的 先不要去夹它 因为这两个部分特别重要 如果你夹坏了的话 你后面夹什么样你都稠 所以说咱们先把后面夹了 根据后面的轮廓来 确定前面应该怎么造型 夹了以后 它的定型时间可能就只有大半天 咱们从耳朵这个地方开始卷 这样就更保险一点 应该是从耳朵这个地方凸出来 我两边都是塑料 所以我就夹紧 夹紧了以后 用手这样往里面 大概停留个57秒就可以了 而夹好了以后 我们拿住上面 非常烫 所以说我建议戴手套啊 把它往里面卷 刚才是手心朝内 现在是手心朝外 最好这上面手上这个定型 用梳子来定 因为会比较烫 夹好了以后呢 咱们再拿住下面这个 又往里翻 然后手心朝内 手动卷它是可控的 哪个地方该弯 哪个地方该凹 我们就是非常清楚 但是如果用波浪的夹板的话 它就已经固定好了 像这种尾部 用那种夹子夹出来就会很硬 但是用纸板夹的话 你可以控制它那个最后的卷度 OK咱们第一铝卷好了 放到耳朵后面 这个时候前面也没有动 像我们现在这种头发比较难卷 你就把它分成两部分 我有个小技巧 就是说可能有些时候 咱们卷了以后 发觉好像怎么只有 这下面的部分是卷的 这上面的部分不是卷的 现在你要注意了 在你前面这些头发 已经卷好了的基础上 你要着重地拿出 你这个头上的一些部分 因为咱们想要整个轮廓很清楚 是波浪的形状 这一部分相对于 之前那个要薄一些 手心朝外 因为这个地方 如果你往外凸的话 就很丑 就很奇怪 然后往里打一个凹形 它会修饰你的头形 然后这个凹不要太久了 然后手心朝内 因为它旁边还会有余热嘛 所以说尽量让它们聚拢一些 我个人心里觉得 有一些稍微定型的作用啊 好 你看它会非常的晚 特别注意不要被烫伤了 我算是胆子比较大那种 大家一定要注意 要不然就是戴手套 要不然就是用梳子 千万别像我这样 我之前有回复留言说 怎么让自己卷的 没有那么痛苦呢 因为这样一举就是半个小时 那就是一定要把外面 那一层的形状打造好 你里面那一层随便卷卷就可以了 这个还是需要耐心的 平时咱们上班可能就没时间 一般都是周末 或者有些重要的聚会啊 吃个饭呀 可以花个时间来弄一下 我觉得这个烫出来 比那种机器烫出来弯多了 而且好看多了 大概就这样了 就是这种水锅纹 你看这上面是不是很奇怪 再拿起来这玉璃 上面的一些部分 然后轻轻地夹一下 停留时间千万不要太长了 做一个这种过渡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一半卷完了就是这个效果 非常完美 我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卷这一遍 OK我已经卷完了 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头发发量增加了一倍 之前我的刘海是那种长刘海 所以说我会卷两个弯 但是现在刘海我剪了一些 就不打算卷太卷了 就是一点点拿住你的刘海 夹的时候把它拉平 然后夹的时候也是拉住 就用一些力 然后最后卷一卷 这个绿度要自己控制 可以卷得又有一些弯 但是目前我这个刘海不适合太弯 你要根据你的刘海的长度 刘海的卷法有很多种 第一个是刚才我说的那种直拉的 还有一个就是你把它扯出来以后 竖着拿不是这样横着拿 夹住 然后往另外一边这样卷 斜刘海的那种有点弧度的这种效果 接下来是两边的这个部分 正面竖着 然后这样把它包住 可以卷好几个圈 你可以看到现在是这个样子 你最后是不要全部拿起来 夹一个弯就完了 应该是把它分成好几份 有长有短才会有层次感 好的 如果你要扎双马尾的话 首先你要把它分成两边嘛 你的这个并角扎不进去 把它留出来 千万不要扎得太紧 也不要扎得太松 就是在你的 大概也是这个区域内 就非常合适 咱们先把它扎起来 扎起来以后就是这个样子 你要先把你的后脑勺 搞得饱满一些 侧面看 头发没有那么的扎 在正面看 头发也不要太那个什么 这下面也要揪一些出来 然后我建议是把耳朵露出来 可以戴耳环 现在就是已经完成了 然后这旁边也是一样的 OK这就是双马尾的扎法 还有一个就是单马尾了 重要的是这前面的一些刘海的修饰 你要根据自己的脸型 还有穿搭来进行改变 我觉得这个发型 它也有很多缺点 比如说它需要你用时间去打理 如果你想改变另一个发型的话 你需要等到它长长以后 你才能够去修饰你的发型 这个发型就像刘海一样 让人又爱又狠 但是你习惯了的话 还觉得挺好玩的 就是一定要把你自己的头发保养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头发还有一点比较好的是什么 它可以瞬间变成中分 就很简单变成中分 斜分各种分 都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它的可塑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试 OK 这一期视频就结束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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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talking to you Across the water Across the deep blue ocean Under the open sky Oh my baby I'm trying Boy I hear you in my dreams I hear you whisper across the scene I keep you with me in my heart You make it easier when life gets hard I'm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but what happened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again I'm lucky I'm in love being everywhere Lucky to have stay from my house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someday Lucky to be full Goodbye